大家早 因为我的女儿有生病 因此为了保险起见 我今天会戴着口罩 也希望跟大家来保持一点距离 所以我在这边 我对大家有一个问题 也许是比较小细节的问题 也许我在这边问大家 大家知道在圣经当中 一个最短的经节 大家知道是哪一节经节吗 大家知道是哪一节经节吗 英文只有两个字 耶稣哭了中文四个字 在英文只有两个字 就是耶稣哭了 我之所以会选择这个经文 因为在英文里面 是非常短的一节经文 当我在准备另一个讲章的时候 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 我却发现这个非常短的经文里面 却包含了非常深的含义 当我们今天来思考这节经文的时候 我们希望从耶稣的身上 来如何从 看起来好像是 律法当中 来认识耶稣这个人 在开始之前 让我先来祷告 亲爱的神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一次给我们这个地方 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你 我们感谢主 给我们弟兄姊妹 鼓励我们 激励我们来更亲近你 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个世界 因此我们可以宣告主 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我们期盼来跟你见主面的那一天 跟你面对面直到永远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很开心 因为我们刚刚的孩子们 刚刚有一段经文 让他们一起可以背诵的 因为就是刚刚的背的那一节经文 引导出 另一个让我们知道 最重要的一个 诫命 大家知道最重要的诫命是哪一个吗 就是爱神 尽心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 也是一首歌不是吗 但是这一节经文之后 就告诉我们第二个部分 大家知道那个是什么样吗 就是爱人如己 很多时候当我们读那节经文的时候 我们以为我们了解那个经文在讲什么 但是你真的了解那节经文吗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我在纽约市上班 在我们的疫情之前 在我们所有封锁 大家彼此往来之前 我那个时候呢 我几乎是天天通勤到纽约市上班 因此我就必须从火车站走第八大道 一直走到我的办公室 但是在纽约市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现象 就是很多无家可归的人 特别是在星期一的时候 因为我前一天才到教会做礼拜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的心就比较柔软敏感 所以当我走在第八道道上面的时候 我看见很多无家可归的人 但是大家之前 我们都习惯用现金 所以我身上有现金 所以我那个时候心中就有难过 我就想要给他们钱 所以很多人他们躺在路旁 拿起这个纸牌说 我需要车费 我需要坐公车等等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很难过 有怜悯的心 我就给他们钱 然后我就自己觉得 我做得不错 我今天又做一些好事 我就觉得 我今天就爱人如己了 然后我就上班了 而我就不用再为这些事情烦恼 然后我下班的时候 急急忙忙回家 回家之后我就休息 然后我就准备第二天 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 当我们这样回想起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自以为我们今天真的是爱人如己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去想的时候你就会想 Albert他真的去爱这个人就好像自己的邻舍 有人有如爱自己一般吗 那我今天是否我真的我今天就跑到街上 然后自己给自己五块钱 然后我睡在街上吗 但是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当我们读到经文说我们要爱自己的邻舍的时候 危险的地方就我们就会自以为我们真的做到了 所以当我们看见神告诉我们要爱灵舍的时候 我们就以为我们只要对其他人好就够了 所以在当中没有在自己认为觉得尴尬的地方 但是让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神说你今天要把街上的那个无家可贵的人 带回你自己家 然后你必须要喂他并去把你自己的衣服给他穿 然后你就让他留在你家 然后你要为他找一份工作 然后让他跟你一起住 不单一天还是每一天 我们在座有哪一个人愿意这样做呢 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年轻还是单身的时候 我就自以为我可以假装好像我真的这样做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有自己的一个公寓 那个公寓里面只有我一个人住 所以我跟神说那没问题 我让任何人都可以跟我一起住啊 然后等我结婚以后 我就跟神说我真的要这样做的话 我先要寻求老婆的同意啊 然后等我有小孩了 然后我就想神啊 那我就把我自己一部分的钱 奉献给其他人可以做这样事工的人去做吧 因为当我们真的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 中间的冒险性跟危险性增加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要考量了 大家发现这不简单啊 我可以想象在座每一位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但是就是我们把所有人的集合起来 我看也很难我们真的去爱灵舍如同爱自己一般 因为很困难 不简单啊 所以当我们看经文说我们要爱神的时候 我们说没问题神我爱你 但是我们看到第二部分说我们要爱灵舍如同爱自己一样的时候 我们突然就说爱神啊我爱你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来到马太福音第22章的时候 我们看马太福音22章38-39 所以在马太福音22章这样子讲 圣经上说这是最重要一条诫命 然后接下来说第二条也和它相似 所以当第二条也相似的时候 就是说它没有第一条那样的重要 但是也非常靠近了 所以当我们知道第二条就几乎像第一条那样重要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经常去忽略这一条诫命呢 因此我们就必须要好好地思想什么叫做爱人如己 它为什么几乎跟第一条那样一样重要 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去了解它 从英文来说我可以这样子来解释 我们可以说在里面外面以及周围 所谓的在里面的就是你自己生活圈内的人 是与你非常亲近的人 那所谓在外面的人乃是在你自己圈子外面的人 那些是你不喜欢的人不希望你生活圈有这样的人存在的 但是还有一种四周的人呢 乃是你不知道你也不在意 但是他们经常围绕在你的生活圈内 但是当神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的时候 这个人实际上是包括我刚刚讲的三个部分 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要爱人如己的时候 我就希望把经文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这里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三十五节这边讲到耶稣哭了 但是我们今天就从三十三节一直读到三十六节 我将会来解释当我们把整个经文读完之后 我就会来解释 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 耶稣看见他哭 并且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 就心里悲叹 甚至忧愁便说 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 他们回答说 请主来看 耶稣哭了 犹太人就说 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 大家可看见当耶稣表现出他的哭来的时候 就是他告诉世人爱的功课 我们怎么知道呢 因为当我们真的去认识耶稣是基督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不需要哭的 因为他有宇宙当中所有一切的能力 他知道他为什么今天会来到拉撒路的坟前 他非常知道 他待会就会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想想如果是我的话 我知道未来 我有一切的能力 我会说你哭什么啦 那我就会自己跟大家说 有什么好哭的 有什么好哭的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 我有能力去让他复活呢 我就说你们这些小性的人 然后我就把自己袖子卷起来 拉撒路出来了 然后我就跟拉撒路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看见拉撒路就走出来了 那我就说如果我是耶稣的话 我就会这样做 因为我有一切的能力跟权柄 因为我能够预测未来 我知道会发生怎样的事 我就跟他说哎呀不用担心啦 但是我们就看见 今天耶稣看见 马大跟玛利亚哭了 以及其他的犹太人也在哭 然后我们在这边看见 他的心里就悲叹 甚至忧愁 但是我们就看见他接下来 所做的事情是 神是不需要这样做的 他哭了 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去做一些事 而是他感到其他人的悲痛 他哭了 这个也就是什么叫做 爱人如己的真谛 乃是把你自己一切的身份地位 全部放下来 并且与其他人同理同感 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我们看见他是把他自己一切的权能放下来 为着其他人来牺牲 乃是为他自己的门徒 他自己所爱的人 包括这些恨他的人 并且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还有一些在旁观者 他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们只是来看热闹的人 实际上从一个宏观来说 这个就是耶稣所做的事情 但是不是所谓的 哇好伟大的一种牺牲 很抽象的 但是我们却看见耶稣却细微到 现在当有另一个人哭的时候 耶稣也哭了 大家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短的经节 但是大家可以了解他后面 带出来深刻的含义吗 并不是因为耶稣不能做一些事情 或者说一些他不知道会发生的事情 他哭是不与刚刚所讲的任何事情相关 但是当我们把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我们基督徒今天活的 也要不一样 我们来讲一下当我们自己生活圈内的人是怎么样 在罗马书12章这里讲到 我们看在罗马书12章15到16节 让我们来看从13节一直到16节 罗马书12章13节这边说到 圣徒缺乏的时候要帮补补 客要一味的款待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当我们来看罗马书第12章的时候 我们看见在主内的肢体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与喜乐的人同乐 与哀哭的人同哭 就是爱人如己了 因为第10节这边说 要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大家可知道在这边所讲的 乃是主内肢体的关系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忘记了 我们在主内彼此也要相爱的 很多时候我在教会里面 很多时候我失去了那种情感 因为当我们看见在主内里面 我们看见有人经历在困难的时候 那我自己就对自己说 这不是我的问题啊 也许在外面我会说 弟兄啊我为你祷告 我知道神在万事当中 祂都掌权的 你不要忧愁 我回家的时候 自己觉得做得不错 我今天建立了一位弟兄 当你结婚以后 你就知道男生跟女生的不同啊 因为我跟我太太比起来 我就觉得我就是那个想解决问题的那一位 所以有一天她回家了 然后她跟我抱怨说 在公司里面这个人又做了什么事 另一个人又说了什么话 她讲了一大堆 然后我就开始想 我就跟她讲 你为什么就跟你同事说 你不要再这样了 然后她就说 哎呀你不懂了 但是我跟她说 那个就是你解决你今天痛苦的答案啊 然后她就注视着我 她说这不是我要的啊 这不是我要从你嘴巴里面听到的话 她所希望的是我要跟她一笔孔出气 她自己也是一个律师 她知道她能够做什么 她只希望我能够好好地听 然后跟她一笔孔出气 然后只要听了十分钟 我跟她一起气愤 一切都解决了 但是我每次都不停地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我每次一听的时候就跟她说 啊你要把 你送个电邮给她 然后给她的老板 然后你下一步要怎么做 我是给她一整套的一个解决方案 但是我发现 我必须自己不断地学习 实际上她当下她所需要的是 有一双愿意聆听的耳朵 并且同感她的心情 很多时候这也是我们的教会里面 所需要的 因为我们可以给大家一大堆解决的方案的 如果你需要 有人需要钱 就给他钱 就解决了 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让大家想想 如果你就不断地给你孩子 他所需要的给他钱 你认为这个孩子最终 他会越来越爱你吗 我看到太多年轻人 他的父母非常地有钱 然后不断地给他们的孩子 钱或者信用卡 上大学 一直到最后 然后有一天 还有一个孩子跟我说 我有一万块 我想这样子来用 我就问他说 你钱哪来的 他说爸爸妈妈给的 但是你如果真的问这些年轻人 他们心里要什么的时候 他实际上更希望 是他们父母就在身旁 因为很多时候 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想去把它解决 用不同的方案 或者用金钱去把它结束 但是很多时候 这个不是传递爱的 管道 因为很多时候 钱不能解决 并且不能表达爱的 真正的爱是与喜乐的人 同喜乐 悲伤的人同爱哭 当我们看见 主内的弟兄姊妹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在思想说 我如何能够爱人如己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回到 罗马书第十二章 来教导我们怎么去爱 因为从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就了解并且学到 我们要如何爱我们自己 圈内的人 这也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 很多时候我们人性的本能希望神能够赶快来帮我们解决问题 神啊你为什么不下个命令那个人就死了就解决问题了 神啊你就让我中彩票 我就一下子就有钱了 让我不用再花那么多的功夫 我们在做基督徒久一点的弟兄姊妹知道 这个不是神来表达他爱的方式 基督的故事并不是来表明他是有全能的这样的一个伟大 乃是他成为了人跟我们一样 并且受苦甚至为我们来死 他实际上不需要为他自己所创造的这些人事物来做这样的事 这也是为什么他那么美丽的原因 这也是我举个例子让我知道神怎么知道我的感受 就好像这样 我有一个女儿她现在五岁了 那我是一个大人 我自己已经会所有的英文字母 我也会所有的数学 久久惩罚表等等 但是当我的女儿 把她自己的功课拿到我面前的时候 我实际上一看见她的功课 我可以几秒钟之内帮她写完 然后她就会跟我说 爸爸 这是我的功课 这是我的功课 这是我帮你 我会爸爸说我帮你解决了 实际上她会对我生气的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应该跟她一起坐下来 然后我就跟她慢慢讲说 2加3等于多少 然后她会跟我说 是23吗 然后我就停一下 深呼吸一下 我就说把2放在你脑海里 然后举出三个指头 然后你就开始算 1 2 3 4 5 然后她突然就很兴奋地说 哦 答案是5 然后她自己把答案写下来 但是她写的5呢 就是反过来 所以看起来像英文字母s 然后我又再一次深呼吸 然后我再一次看她所写的东西 然后我一看 哇 底下还有29题 但是因着我爱我的女儿 我就依然坐下来 耐心地陪伴她 做完底下每一道题 那我自己有能力 一下子就把所有她的功课全部写完吗 然后我跟她说 你就坐在旁边好 爸爸几秒钟帮你解决搞定 我可以一下子把功课全部写完 她是我的女儿 我是她爸爸 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是因着爱 我却不能这样做 对于有些孩子 他今天上了中学或者高中的时候 很多做父母的 也许他在学校做的这些 有关科学的功课 或者不同的功课 我们都帮他解决了 都做过了 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等到他们进入大学的时候 然后等到他们上大学的时候 打电话来说 爸爸我现在读微生物 然后他进入这些分子细胞的时候 突然发现我不能回答他的问题了 因为我们人就是有限制的 但是想想想我们在天上的爸爸看见我有问题的时候 他要帮助我们的时候 我们说你不要管我不要管我 我们就想到天上的爸爸就开始来深呼吸一下 然后他跟我们说 还记得圣经里面讲过什么话吗 然后你就跟着圣经里这样子讲 那你这一切都能够克服了 这个就是爱的意义 但是除了你自己圈内的肢体之外 还有所谓的圈外人 那些是我们不喜欢的人 虽然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 讲的前面一部分是讲 你圈内你喜欢的人 但是在教会里面 我们知道还是有一些你不喜欢的人 当然不在主要之家了 但是在这边说 十四节说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在十七节说 不要以恶报恶 所以当我们去处理 面对在圈外人的时候 原则还是一样的 有一个俗语是金钱万能 实际上我们真正经历的是 金钱带来头痛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人家欠我们钱的时候 我们满心的愤怒 大部分的人心里都不开心 有些人不在乎 那神真是给他们特别的恩典 但是圣经里面就有讲到 有些人借钱给别人 但是对方不还 那我们当然很不高兴 那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解决的方案 当人家有欠我们的 或对我们不好的时候 所以我们真是希望神啊 你就把那个以眼还原 以牙还原的那个定律 就实现在他身上吧 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公义 我们常说神是公义的神 所以我们经常用基督教的术语说 神啊 愿你公义成就 让你的旨意就实现在他们的身上吧 但是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时候 让我来读这段经文 让大家来理解 在22章的第25节 这边讲道 我明中有贫穷的人与你同住 你若借钱给他 不可放债和向他取 你借或拿灵色的衣服当当头 必在日落以先归还给他 因他只有这一件当当头 只是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 他拿什么睡觉呢 他哀求我 我就应允 因为我是有恩惠的 真是有意思的一节经文 有一个人欠我的钱 他答应要还我的 他跟我说下个礼拜一定还 然后他就说 我就把我现在穿的衣服来当抵押 然后我就拿了他的衣服 说好 你说到你下个礼拜 如果不还我钱的话 你的衣服就是你的抵押 我就不还了 所以我就拿了这个说 这个就是应许的 应许的代表 那神就跟我说 等等 但是等到晚上的时候 你记得你要把这个衣服带回欠你的那个人的家里面 你要把这个衣服还给他 让他晚上能够睡觉 第二天 你第二天再回到他家 然后再把他的衣服拿去 我突然感到那个借钱的人 他身上的压力比那个欠钱的人还要多 所以那个借钱给别人 他应该在借钱的当中取到利息的人 他反然要每一天把对方的押当拿回来再送回去 我跟神说 神啊 你在教我们什么东西啊 And the reason is because God understands that people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material 因为神要让我们知道人比事物来的重要 The person still needs his cloak to sleep so that he is not destitute he remains covered he is ok for the nights 因为当一个人他没有衣服的时候 他需要一个衣服遮体 他才能有一个安稳的一天睡觉 因为你虽然是债主 但是你却不拥有他的生命 所以你要把人性的需要 以及你自己的债务 要做一个明确的分离 所以当我们面对着世上我们的对头的时候 但是神要告诉我们知道 这些人他们的灵魂也需要被拯救 不论是这些人如何的亏待你 他们到你亏欠你了多少 但是到晚上的时候 你要把他们的衣服还给他们 让你自己知道 这些人依然是神所爱所造的人 这个并不是说你的债你就不需要去讨了 也并不代表说这些人 不需要为他们的行为负责 但是神要告诉我们说 我的子民嘛 你要记得这些人 在你周围的人 你要纪念他们的 当人来思想 当人的价值来对待 大家可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也做同样的事 最有名的一条 一句话 主啊 原谅他们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 大家知道 就算在我们的生活圈外的人 我们依然要对他们释放我们的爱 但是我们的责任不单单停止在那而已 但是如果我们读生命纪第十九章的时候 我们看生命纪第十九章 第三节跟三十四节 历位纪 历位纪 Leviticus chapter 19 verse 33 and 34 历位纪第十九章 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 让我来念给大家 历位纪第十九章 如果有外人在你们的地方 与你们一起居住 你们不可欺负他 与你们一起寄居的外人 要看他像你们中间的本地人一样 你要爱他好像爱自己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曾经做过寄居的人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就算在我们周遭的人 他们不欠你什么 你也不欠他们什么 他只是在你周围而已 但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 我们乃是被呼召要去照顾 爱他们就像爱自己本地人一样 不是无理会他们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 你跟我没关系 我也跟你没关系 我们分道扬镳 但是神却经由他的圣经 告诉我们一个标准 大家知道这乃是旧约 甚至还不是新约 这个在耶稣在讲说 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之前 这个在有哥林多前书 爱是很久忍耐之前 这里面记载的乃是出自于立位记 乃是神最初给犹太人要活的生活规范 神从旧约一直到新约 他从来没有改变过 他告诉以色列人 你要爱这些外地的人 在你们当中来寄居的 这个实际上记载在出外记记 以及立位记里面都有讲到 如果有人从外地的地方 到你们这边来寄居 这个时候你如果是有庄稼 你是做农物的话 你要做一些事情 当你这农作物收成的时候 你不可以把所有一些剩余 或在旁边的一些农作物 全部收刮起来 在这边是讲的是说 你不是说你不应该 而是说你不要这样做 不要把所有的收成 全部都收成起来 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乃是让这些外地来经过的人 他们有需要的人 可以经过你的庄稼 能够取剩下你还没有去收割的农作物 我们知道我们从小长大的时候 我们都被教导 当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们说吃饭的时候 碗里面要吃干净 不然你长大之后 你会娶个麻子太太 然后我们说 你的就是你的 我的就是我的 我们分得很清楚 但是神的教导是多么的奇妙 神叫我们说 当我们要收成的时候 我们要刻意地留下一些东西 让这些我们不认识的人 可以在从中得到慰养 我们就发现 整个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家谱里面 这个犹大的家谱里面 里面就有一个女人 因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呢 她蒙福了并且进入了犹大的家族 她实际上她整个圣经里面 甚至有一本书就是为她而写的 就是路德 路德遇到波阿斯 因为路德在波阿斯的庄稼的农地上面 开始取这些剩余的庄稼 然后波阿斯就跟他的手下的仆人说 你们刻意要留一点东西 让这个外地的人可以来取 因着他这样的一个仁慈 他们两个人就成为一对家谱 所以弟兄们 大家知道你的仁慈 是后面是有回应的 姊妹们 你们就要寻找这样子有恩慈的男人 但是在这个原则并不是只是包括在男女之爱里面 乃是神告诉波阿斯以及犹太人 要跟着这个原则来给别人有恩典 所以当我们提到说要爱人如己的时候 不是说我们看到一个有需要的人 我们就给他五块钱 不是说我遇到人说 我就为你祷告 乃是要与欢喜的人同喜 与忧伤的人同悲 就算有些人他也许是我们的敌人 但是神却要我们依着这个原则去接触他们 甚至有些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人 我们要依据神的原则 以至于他们可以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爱 最终我希望用一个我爸爸的故事来做一个终结 因为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好笑 我爸爸跟我妈妈去一个餐馆 所以他们吃完饭的时候 他们就从服务员那边拿到这个账单 然后当他们看这个菜单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少了两盘他们刚刚点的菜 他们就跟这个老板讲 所以这个老板就马上就去对他底下的员工生气 他就骂这个员工说 你们怎么会忘了把这两碟菜送上来呢 然后我爸爸马上就跟老板说 不不不是搞错了 你们乃是忘记再加这两盘菜的价钱 这样子我们才给你的账单少算了 然后这个老板转过头说 然后再转过头再继续骂他的员工 然后他就跟员工说 我告诉你嘛 基督徒就是不一样嘛 然后他自己就跑进厨房了 也许这个老板只是讲话很大声 我爸爸就跟我说 真的很奇妙 你不用告诉别人你是基督徒 但是人家就知道你是谁 我们来想想如果整件事情是反过来的话 也许你今天拿了这个账单 他说哎呀神真是祝福我啊 no need to pay for two dishes 我今天就可以不用多付两个菜 ok here's the payment i'm going home 然后我就算 我就给了钱我就回家了 你 think ahead 他们错也不是我去偷啊 但是想想到最后老板算账的时候 当他每一个去看账单的时候 他看到这个账单就说 哎呀我们少算了 either she thinks that her staff did something wrong 他要不然就是对他员工生气 or she thinks that this guy he prayed before his meal but he didn't even pay it all full 但是或者他想到 哎这一边来吃饭的人 他们在饭前祷告 但是他走的时候却没有付满账单 and god is not giving glory 但是神因此就得不到荣耀了 虽然是很微小的事情 我们认为神没有在看 但是其他人看得到 and if someone sees you do something and it is glorifying to the lord man it could change them 但是如果从细微的方面 可以让别人看见你的作为的话 让神得荣耀的话 这个就不得了了 今天以色列国存在的目的 乃是要把神的荣耀带给全世界 他们应该在这边成为一个国家 让别人看见神的全能 但是他们就做得非常的糟 基督徒今天应该活的 活的一个样式 让非基督徒看到觉得说 我希望活得跟他们一样 但是我们同样做得非常的糟 但是我们依然有机会的 我们有教会啊 我们是有办法能够改变 这样的一个现象的 因此 我们必须要学会爱人如己 我们要了解耶稣为什么哭 他为什么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 因此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神 我们为着你的恩慈怜悯 我们谢谢你 你为我们牺牲太多了 让我们把自己全能献上给你 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把一切的珍贵都归给你 我们一切的赞美也归给你 我们谢谢你 我们爱你 愿你祝福你自己的子民 in Jesus name we pray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